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牛奶鸡蛋果汁 奶香味十足 喜欢的朋友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大碗里打入两枚公鸡蛋 加入80克白糖 1克小苏打 100克原味酸奶 再加入100克清水 50克黄油 家里要是没有黄油的 用食用油也可以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加入500克面粉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案板上撒点干面粉 擀成一个四方形大面片 厚度大约为0.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用擀面杖 比着切成两厘米左右的长条状 然后再切成 零形块 哥哥姐姐 四瓶露一半 小家又出来露脸了 你就对着屏幕 包老弟 点两下 点两下 也支持我一下 老弟祝您 往后余生 多挣钱 少生气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感谢的 油温五成热 放入果汁生坯 全程开大火 等全部飘起 用漏勺来回翻动 使其受热均匀 大约炸至 三分钟左右 看见果汁 全部 变成金黄色 捞出 家人们 你看 我做的果汁 有没有食欲 奶香味十足 无论是当做早餐 还是小零食 都是不错的选择 最后 关注我 做菜的时候 才能找到我 感谢大家